汽車後照鏡近看裡頭亮著紅點 高科技用電眼取代鏡面 跟傳統後照鏡比較大小差很多 新科技上路民眾一時無法習慣自己改裝 細細扁扁電眼後照鏡 但有民眾上頭插了一根三羊野狼後照鏡來輔助 這輛車引發網友熱議 說虛擬後照鏡太高科技 還有人說這一根傷害不大 但侮辱性極強 試乘過的朋友還說電子投影真的不習慣 只能當輔助 好處就是它可以看得到旁邊的死角跟範圍比較廣 比較可以增加一些視野的盲區 或者是一些從旁邊鑽出來的危險 現在較多的車輛會配備盲點偵測 但傳統鏡面還是存在 電眼突破鏡面死角 車後情況顯示在門邊 可以用手滑動調角度 上高速公路還有廣角 傳統鏡面較能直覺式觀察 但天候不佳 容易受水珠影響視線 加裝的話第一也不合法 第二也有安全上的問題 那實際上應該也是沒有什麼實際上太大的作用 是屬於新世代的產品 不見得每一個人都能接受 目前虛擬後照鏡僅有一家車廠在坐 尚未普及高科技 一時無法習慣 搬出傳統野狼後照鏡 新舊融合衝突場面 網友持續熱議 三新聞 徐士庭 李文明天安保